那捷運手扶梯的時候 你習慣都會靠哪一邊站呢 我們實際觀察發現 其實在台北市 大部分的人都會靠右邊站 右邊 站右邊 隨機詢問大家都是靠右邊站 而左邊空間 則是讓趕時間的民眾 可以快速通行 但這樣的潛規則 方便了大多數人 卻造成少數人不方便 台中一名58歲女子 每個月都會搭火車北上 再轉搭捷運探視父親 但她因為頸動脈堵塞 右手右腳癱瘓 雖然可以行走 卻只能用健康的左手 緊握扶手 但也因此擋到後方民眾 時常被抱怨 不過其實捷運站 右側站立左側通行的規定 是20年前的宣導 幾年後已經取消 現在只剩下緊握扶手的告示 但就算這樣 只要站在左側 還是很常遇到這種情況 趕時間的白色衣服小姐 鑽過縫隙走到前面 後方女子也跟著抄前 接著第三位先生 同樣也快步從旁邊 超越到前方 可以發現左側通行 已經成了大家的習慣 如果我要通行的話 我會跟她說不好意思借過這樣 那擋到我們就往後推 就讓她就好了 對 或是往前往後就可以了 再看看手扶梯 民眾幾乎都站在右邊 排成長長一條線 不過像這位藍色衣服小姐 站在左側 後方這位拿紋書的女子 雖然走到一半被擋住 但也只是站在後方等 因為靠左站並沒有錯 沒有規定說不能站左邊的樣子 只是大家習慣站右邊 如果趕時間的話就自己走樓梯了 就不會特別走手扶梯了 即管規定早已取消 但通勤族的習慣卻改不掉 也因此讓不方便的身障朋友 被投影異樣眼光 下一回如果你也看到有人站在左邊 別再苛責 多點耐心就能讓身障朋友感受到溫馨 動輸兄李軍 李慌弦 台北 採訪報導